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晚了一點 繼續跟大家 分析今天的重點時事 這一節要講一節 跟國情有關 下一個就是有消息流出 說中國的程式設計師 因為 就是走去翻牆 他翻牆的原因是因為要打工 因為快餓死了 現在中國大陸 是窮得閑 他翻牆走去打工 居然被中國大陸 就是公安拉他 拉他也不僅僅 還要瘋狂地 割韭菜 他已經沒有錢了 他翻牆 就是因為要打工 居然翻牆 被罰款是100萬 中國大陸簡直叫做瘋狂收割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我們現在正在使用後備頻道廣播 後備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即是你現在在聽的頻道 還有一個後備中的後備 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訂閱 雖然我們也不希望有機會使用 我們要去到10月份 應該主頻道才會恢復 到時我們應該會用覆蓋比較大的 主頻道繼續廣播 敬請大家注意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你要做的事很簡單 請大家記得幫忙做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度大發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 我們將會繼續有Patreon獨家節目放在Patreon的頻道 敬請大家幫忙訂閱支持 我們也會繼續踏借我們的Patreon用戶 我們會將比較多跟政治相關 還有 香港局勢的分析 的篇幅收錄在Patreon 不過我們也會 繼續把不同類型的話題都放入Patreon 嘗試平衡一下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回來研究中國大陸 的翻牆 事緣是9月24日 一個在中國內地的網民 就在微博那裏 出來叫救命 他說自己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 就是翻牆 然後使用這個 叫做GitHub 用這個GitHub 工作 然後被承德 的公安局 叫做雙僑分局 就是把他拘捕了 更加 就是要沒收 超過百萬 打工打到 被罰超過百萬 100萬 對於國內的人來說 真的是天文數字 對於香港人來說 如果你是中產 100萬可能也不是很多 可能你有幾百萬最少 但是對於一個基層市民來說 100萬還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個男子甚至乎 有答辯狀就出來了 他原來就是說 在2019年至2022年的時候 就是控告他 在這個GitHub上面 領取公司任務 所謂公司任務就是進行程式碼編寫 即是寫program 也 在這個 客戶支援上面就是回答用戶的問題 有些時候就是用zoom 用zoom解答問題 居然 就是上網翻牆 打工寫程式 做客戶服務 居然就是說違反 政府規定 然後就是要罰款 罰款就說罰200元 然後 就是沒收了這個男子 是100萬 結果在中國大陸 就是因為 是翻牆 就被公安割韭菜 足足沒收了100萬人民幣 然後這個網民更加在中國大陸不服判定 然後就是上網在微博 把這件事發文貼出來 然後繼續說要尋求律師協助 引來內地網民 深切關注 更加離譜的是甚麼呢 就是有 中國大陸的五毛 被揭發 這些五毛大旗手也是翻牆 在海外找生意族 例如這個叫做胡錫進 環球時報的前老總 胡錫進 亦都被揭發 就是翻牆 在海外 的媒體 開這個頻道賺錢 引發中國內地的網民熱議 說麻煩你公安調查胡錫進 根據內地網民 提供相關的資料 以及相關文件 原來他就說在2019年至2022年期間 透過網絡的一間商業公司 打工 他也簽了 技術服務合約 正式工作在GitHub上領取公司任務 編寫程式碼 亦都在客戶支援 上面回答問題 然後再用zoom 再用zoom 辦公 結果 在去年9月22日 忽然之間有公安走上門 找博主 就說他懷疑 在Twitter上 牽涉散播這個恐怖主義訊息 真是恐怖了 不過在說中國大陸 然後 拿了他的電腦 還有所有辦公室的物品 說要調查 過了一個月之後 就把電腦和其他物品 歸還 就說跟恐怖主義內容似乎沒有關係 但是 後來告無可告 就說他翻牆 在網絡上面 為外資工作 屬於違法行為 於是需要對他進行處罰 其後這個網民就是向公安解釋 說自己做的事 是網上的工作 幫這個GitHub GitHub 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這樣 就是不需要翻牆 也能夠上網完成工作 自己也有跟公司 簽訂正式的合約 所以收入是正當的工作薪金來的 但是 公安 你也有了 總之就是拉人封艇 再重罰100萬 結果社會主義鐵拳一槌打到這個男子身上 這個男子就是在網上發文求助 更加把 整個被承德市公安局 控告的內容張貼出來 過了沒多久 這個男子 的帳戶 就是被網絡封鎖 然後整個帳戶刪除 目前由於 是Google Google把相關的文件 Cash了 所以即使 相關的貼文被刪除 仍然可以看到 他原本上載的文件 上載的文件就是 清楚寫著他 說他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計算機訊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第6條和第14條 水蛇春那麼長的法例 還有這個法例 是計算式網絡國際關係聯網 暫行規定 實施辦法第7條和第220條 第222條 就說罰款200元 然後沒收所有 是105萬 說了那麼久 就是說你翻牆 就是要罰款 最後 充公了100萬 更加神奇的就是 這位網民翻查相關的法例 相關法例竟然說如果違法 剛才所說的那個很長的法例 就是可以罰款15000元 居然 公安充公了100萬 你說到底公安代了多少錢 國家的法例和沒有法例都沒有分別 現在中國大陸簡直就是瘋狂割韭菜 你有你割 北京也有北京的割法 深圳也有深圳的割法 香港 其實香港也有香港的割法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裏